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歡迎我們超困難顯示生存 上一集我是說我需要一個那個飛行器嘛 大家也都給我意見啊對不對 告訴我有一個那個飛行 算飛行船吧 有點像熱氣球一樣飛行船的一個模組 沒有錯我去把它給下載來了 沒有錯我去把它下載過來了之後這個東西 我先放在這邊一下 我剛剛又收了一波東西喔 另外呢我也收集到了就是 上次是收集到一顆嘛 後面我又很努力的 大家看現在已經第61天了 我又收集到了另外4顆啦 所以我這邊總共有5顆在這裡啊 我相信要找到那個 終界傳送門所在的地方不是問題 但是不可能 應該不太可能打開得了那一個傳送門就對了 那如果能夠找得到就是 搭乘我們接下來要做的飛船區就行了 另外我也去找了兔子 我沒想到兔子居然這麼難找 這兔子真的有過難找了 所以這兔子皮是非常困難才能夠獲得的東西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先把那個飛船先做出來對不對 飛船要做出來的話呢會需要的東西 好像還蠻多的說實在的 應該這些東西 全部都會需要的樣子 還有什麼嗎 好像還有 哦就是主要是線對不對 對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要先把 我先看一下 這就先做這個 這個是他在飛行船上面熱氣球的部分 就是一個氣球的部分 所以他要四張兔子皮 就這四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家附近兔子實在有過少了 還到處東跑西跑了好久之後才有 好 這邊總而言之先獲得了這個東西了嗎 接下來的話呢就是 他要來做還叫四根酸 神嗎對四根的話這邊應該是要做兩個出來了 幸虧的史萊姆球是夠多對不對 然後還會需要什麼是這個東西喔 這個是引擎的部分了引擎有兩個然後這最後還有一個是這個是點燃器的樣子吧 對 點燃器他是發熱的地方嗎 反正這邊還有引擎引擎的點燃器差在哪裡 不管那麼多了 主要是他下面還有一個東西我好像還沒有研究他下面這個是怎樣的 這個也是飛行船就對了這個飛行船會不會可以可以飛比較快還是怎樣 這個東西好像是不一樣的飛行船要不要兩個都做但是我沒有那麼多啊我根本就不夠啊我的兔子皮不夠啦 搶這麼多 牛皮能不能做成兔子皮啊 好像是不行了 好吧好吧現在要先看這個喔 這個引擎要做兩個嘛那會需要四個活塞四個鐵柵來呢好吧 看樣子是需要很多的紅石喔紅石這邊有了 幸虧以前之前在挖礦的時候就挖了不少了 好歹我們這裡都玩了六十天了對不對 不知不覺玩到六十天去了 這個看來要破百是很簡單的事情啦 所以他這個應該可以做出來了吧 對然後再把第2份給放上去第2份第2份 還有這個鐵電哇鐵電一瞬間就沒啦 喔鐵鐵電消耗的好快喔 成就獲得真是太棒了 鐵電的話我記得我還有另外一整組在這裡沒有錯太好了 因為還有東西要做好浪費喔 喔岩漿快 岩漿快這個東西的話呢 黃金黃金我有岩漿快這個東西的話呢上次我去 地獄的時候跑得很遠我有偷挖了幾個 這個時候沒想到就派上用場了 欸 I'm all fired up 我完全燃燒起來啦 是心情燃燒起來還是怎麼樣 鑽石應該可以放回來吧 感覺上應該已經全部都有了吧 該有了 欸 缺礦車缺礦車 礦車礦車礦車 礦車礦車礦車 礦車礦車 礦車在這邊這樣做 好礦車也有了 這下子應該真的是全部都有了吧 對啦 太好了 就是他了 熱氣球 太好了 這個這個飛船的話呢你點右鍵是放不出來的喔你要 修復的家右鍵他會把他丟出去然後他會爆炸一聲把他給叫出來這樣子 還蠻帥氣的一個東西有沒有 然後面這邊就是一個 引燃器吧他是 他是這麼寫的啦然後兩邊是引擎嗎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呢坐上來又一個成就了太好了 到時候我如果有有有信收集到更多的兔子皮的時候再說了啦好像是在那個冰天雪地那邊吧好像看到了不少兔子嗎 但應該會需要八張兔子的皮喔 那現在我是 飛不了為什麼呢因為沒有動力來源啦 所以我只能夠左右移動這樣子喔 左右移動 不過他跟那個 他跟那個吉普車一模一樣耶 按著左他也一樣會往前按著右他也一樣會往前 然後你按著後面呢他是可以倒退的 但他現在沒有動力所以我只能在地上這樣子晃而已喔 他的動力來源呢就是這個煤炭啦 所以你丟一顆煤炭給他他就會開始運轉了看到沒有 然後你就可以升空了 升空或者下架那 一顆煤炭呢只能讓他燃燒一分鐘而已喔 所以升空其實有一小段時間然後往前飛我感覺好像並不是那麼快 也就是說要要開著他到處亂跑的話呢可能會需要 消耗相當相當量的那個煤炭喔 目前我還不知道說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替代能源可以用喔 例如岩漿桶能不能用啊我是不知道還有就是 那個 嗯 就像個煤炭磚嗎煤炭磚像這樣子合成出來那個煤炭 煤炭磚喔我也試過是不能用的喔 比較可惜啊就是我要放進來他是不會燃燒的沒有任何動力 那這裡面是可以放東西的這邊不是拿來合成的這邊是用來儲存各式各樣七七怪怪的東西喔 總共有九格在這裡可以存放 那當然我通常應該拿他來存放燃料之類的吧 所以呢我現在先下來一下 下來之後呢你要把它收回收的話呢就是一直敲他跟船一樣 那原本放在裡面的東西還都自然會爆出來這樣子所以 可以正常的回收完全是沒有任何的問題的 好東西都已經準備的差不多了 這不是塞這邊的 東西好多我都不知道 哪邊該放些什麼 該該該怎麼放了這樣子 另外要像這個髒水啊對不對 也不斷有人在我的那個留言 區嗎對評論區那邊說這個東西呢 你把他倒一 一桶水進去對不對 然後就會像那個漁水一樣漁水存在這裡面一樣但是我已經試過了是不行的好不好 東西根本倒不進去 不論是你有沒有按著SHIFT的鍵都倒不進去 我不太清楚為什麼會一直這樣子講喔是不是 早早期可能這個版本這個這個模組的早期版本有這個問題喔 可能他後面修掉了 真是的這個問題幹嘛要修掉呢 不過算了反正這個東西本來就是漁水蒐集器好不好 並不是髒水蒐集筒把他丟進去之後還可以讓他 過濾水啊並不是這樣的所以他現在 是沒辦法這樣做的也許以前可以吧我是不清楚啦 我聽有殭屍燃燒的聲音了 是不是殭屍要衝上來打我了 沒有現在看一下這一些他們恐龍的狀況吧 他們的話呢 他們好像看起來是會自己喝水的 喔他快渴死了不是吧你會不會喝水啊 你快渴死了你喝不喝你喝不喝你 我就問你一句你喝不喝 你快要渴死了喔 而且你也快要餓死了喔 你呢 他好像還是有喝那麼一點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喔 欸你你你想怎麼樣你你你你自便啊你請便啊 先讓我睡一覺 睡一覺比較重要 等我們睡醒之後再去稍微看一下他的狀況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一些奇特的狀況 喔對我的鑽石劍現在其實 耐久度也越來越低了 我總覺得喔是不是 是時候要做一個全新的 所以這邊 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有沒有在喝啊吃啊 你到底 他會不會等一下就開始口渴到了 一直不斷的在吊血啊 我真的沒有辦法喔這個這個你拿水桶對他對他身上點嗎沒有用啊我試過了 你你我那水桶我那身上點也不是為他喝水啊只是把水倒在他身上而已啊 然後他會被埋在水裡面喔 這裡面的肉呢他他們也不吃喔好不好我把肉拿出來好了餵他看到沒有我對他點一下右鍵他就會 吃下去對他點一下右鍵他會吃下去 這個再吃一個好 就這樣子 那有人認為這是 紅色是女的然後這個綠色的是弓的喔 就是母的跟弓的不是啊一邊是肉食性一邊是草食性啊 我有做一個模組介紹好像 可能大家沒有去看吧是不是 好啦這邊的話我來看一下這個喔 草食性的我發現一個 一個很好的現象是草食性肚子餓的沒那麼快 口渴的好像也沒有那麼快 對不對 因為這一隻的話就其實就比另外那一隻小隻的迅魔龍還 出問題了出問題了出問題了 出問題了他掛掉了欸 搞什麼鬼 欸搞什麼鬼 欸這個有DNA了耶這直接直接就有DNA在這裡面了對不對這直接就有DNA了對啊這邊直接就有DNA的一個排序啦 所以這完全DNA這邊全部都應該是一模一樣的吧同一個孔同一個漩魔龍出來的 喂 你不教他喝水喔還是說 是不是他卡在那下面不喝他沒喝水了 這個絕對應該是被渴死了 但是水在這裡我沒有辦法我真的沒有任何辦法為他喝水喔 所以這個會不會到時候也會變成那個狀況 如果說這個也變成那個狀況的話呢我到時候就 會去把那一定會把那指令給找出來就是 不用管他們的口渴度還有他們的飢餓度因為 很顯然的在這邊啊這個模組是有他的問題存在了 有水在這邊他也不喝啊 那我能怎麼辦 而且很顯然就是這一個啊他 他之前也已經渴到不行過啊他確實是有喝過水啊 就只要有一個一桶水在那邊就行了 所以這個是模組的話 可能有他的一些問題在吧 那他的骨頭 那骨頭該怎麼辦啊 我我我 做一個箱子好了我做一個箱子把他骨頭塞進去好了這個 沒想到他居然會這麼快的轉變成為一個 真正的化石在這裡了 他居然是渴死了 因為我剛剛還為他吃東西囉 代表說我剛剛其實浪費了很多的豬肉在他身上喔 但他居然還是 讓自己給渴死了那我能怎麼辦 好吧我再來最後的 確認一下算不確認了啦 這個 模組終究還是有一些小問題在 然後這邊啊 我這邊是對當然是殺了不少的豬嗎才會有這邊的效果的 好 好的 那麼是時候了 該是時候我們要出發了所以去吧 然後我要坐上去 不對不對在那之前在那之前我要幹嘛 我是要去哪裡啊 在那之前呢應該要用終界之眼確定一下那個 我們要 走的方位是哪裡 去吧 喔 我是那邊啊 要往這邊去 不要掉到水裡面去 沒有掉到水裡面去太好了看來就是要往那邊走了 那這個飛船他是真的會飛得相當相當的緩慢的 喔我應該多拿一點煤炭出來的 煤炭給我 煤炭好的 這已經是我所有的煤炭了 但是這邊比較高的地方上去之後應該有不少的沒 哎不對 但是其實啊 一個可以燃燒一分鐘代表說一組可以讓我 讓我 飛一個小時了耶 一個小時來吧一個小時 糟了糟了上升 這個還需要自己去控制一些按鈕就是讓他上升啊或者讓他下降啊對不對 那所以說 他剛剛的話顯示是這個位置嗎 我按下Ctrl鍵加速好了 他到底會不會加速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這一整個就是他飛行的速度是如此囉 用這麼 悠哉的方式 要去尋找一個 那個中介傳送門 真是太酷炫了 在這一段期間 我從那邊飛到這邊已經花了30秒了 我半個煤炭已經消耗掉了 很快的我就要消耗掉我的 一整個煤炭了 然後我好像才飛沒多遠喔對不對 好像是的 是說我身上的東西有沒有帶齊全啊 我是沒有帶牛奶啊 管他的啊我有髒水可以喝就行了吧 應該是有髒水可以喝的啊 地下應該都是一些髒水吧 好吧 總而言之呢 朝著剛剛是朝這個方向吧 哎這邊 剛好顯示這個方向好像是一直要沿著 沿著這個大海走是不是 不會吧 如果一直沿著大海走的話 那我的那個 那我的中介珍珠不是就 中介隻眼不是就 不是就在探查的時候可能會跳下去嗎 我能不能在這上面探查 應該會很危險啊 不要這麼做好了 不然我應該是 不太確定了是要到那邊那個 陸地的 先到這邊這個陸地上看好了 在在 前面那個沙灘上面先稍微停一下 不要在沙灘上好了 我覺得 我覺得中介之前隨時都會掉到那個 水裡面去的樣子 所以這邊很快的 很快的我的 煤炭因子不斷在消耗當中 好悲慘的一件事情啊 我的煤炭啊 哎 前面那邊都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啊那邊都是那種極限山丘一樣的地方吧 極限山丘上面應該有一些煤炭是可以挖的 我的鐵鎬 沒有錯我已經準備好了 在這邊先稍微下降一下吧 如果說我在上面 對喔 我還沒有試過我如果在上面燃料用盡了的話 我在船上面燃料用盡然後船 掉到水裡面去會怎麼樣 他是不是沉下去嗎還是他會爆 爆廢掉 希望他不要是爆廢掉 天啊 我覺得這邊的狀況都不太妙 很好耶 前面那邊可能稍微比較好一點 我稍微到前面的地方好了 但我覺得這個時候呢 可以來試一下我把我把所有的這個煤炭都放進來 然後往前飛沿著陸地 然後當那個動力沒了的時候會怎麼樣 我先稍微往上面升一下 他應該不至於會讓我就直接 直接就自由落體 讓我摔死吧 上次那個吉普車已經從很低的地方還是可以讓我摔死 希望這個不要啊 應該不會吧 我總覺得我應該知道飛到那個山丘上面還是說他會不會其實那個中介 中介就在那個 這下面啊 現在蠻有可能的 好時候到時候到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之後我是開始在往下降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在給他燃料的話呢 喔 馬上又停下來了又可以繼續飛了 好帥氣喔 太好了但是這一分鐘我稍微飛到那高一點的地方去好了 應該可以飛得到吧 超遠的有沒有 飛得超久 這邊還有一些煤炭可以挖的 我決定了這個遇到煤炭就應該來挖一下 但是我應該要在這邊稍微待一下 沿著我剛剛那個 中介之眼過來的位置應該差不多是在這附近吧 我先下降一下 下降到這邊來先停一下 哎讓我下來好的 所以我先丟一下這一顆好了 呵 喔 看這個樣子好像還是要繼續往前面很遠呢 哎我才想到 我在陸地上面不是可以用走的嗎 為什麼一定要飛的 我的糧食還還 應該還算齊全嗎 我的糧食來說的話 夠啦怎麼會不夠 好啦好啦我先用跑的好了 然後 這個東西應該就用拳頭打掉 就可以回收了 耶 煤炭給我回來 喔耶我現在身上 煤炭也不是很多 而且啊 我在這下面這個這個地方跑的話應該很容易可以收到不少的煤炭吧 喔對順便跟大家講一下喔其實這些地方呢我都暫時稍微有跑過因為 因為我那時候要找兔子嘛對不對然後我在這邊發現了一個村莊在這裡 還蠻神奇的 居然 如果不是為了找兔子的話呢也不會說呢就在那邊又找到一個村莊在那邊了 我現在我就要先把煤礦都先挖一挖了然後等 喔 喔這個是植物的植物的那個化石喔 植物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先把他們弄出來因為我覺得 他應該是在最後我們要用來裝 是那個 裝是我們侏羅紀公園的時候需要用的東西那個可能就比較 後面點再來弄就行了現在是先把恐龍的問題先搞定了 啊天黑了該睡個覺 睡醒的時候呢應該來探查一下 我真的很怕他會爆掉因為他只要每爆一個我就會 等一下等一下他如果繼續往前面去那不是掉到水裡面去了嗎 喔天啊 我有點 天啊我這時候真的是翻山越嶺啦喔我現在剛好口渴了乾脆就來喝點髒水吧我也沒辦法 我只能喝髒水 牛呢附近有嗎 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牛在附近的樣子 天啊 只能一直喝髒水 啊天啊 這野獸也奇怪耶 我這六十真的是六十多天來然後 都沒有下雨耶 除了就曾經有過那麼一次我剛好睡下去他剛好下雨然後我睡醒他剛好就雨停了那種 之外他再也沒有下過雨了耶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喔我應該要探查一下 這個時候我應該用這個第四第三人稱我覺得會比較好探查吧 去吧 啊還是我我感覺還是好遠的樣子 他掉下來太好了沒有爆掉 超不希望他爆掉的 我覺得我應該是一直使用第三人稱往前面衝就對了 我應該肚子餓了沒關係 喔有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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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裝出來是有牛的嗎讓我吃一下吧 我怎麼吃不了牛排的 我怎麼吃不了牛排 我總覺得 這到底是 模組的問題呢還是說這個遊戲原版就有一些像這樣子的問題呢 我是不太清楚 這個我也不需要那麼多水啊我乾脆在這邊造一個無限水好了給這邊的牛喝 來 無限水給你們 然後 然後 回報我一下就給我喝你的牛奶 喝奶時間 回報我的 好啦 看樣子要繼續我這邊應該要再探查一下 一樣這個 去吧 喔果然還是繼續往那邊去好遠喔 太好了他沒有爆掉 很擔心他會爆掉 他爆掉就不妙了 因為我總共只有五顆而已 這條路 這條路不知道他會往前面多遠啊 欸開始往後了 開始往後了看來就在這附近了吧 我剛剛一路都是往前面喔然後然後突然之間到這裡開始要往後啦 喔 喔 喔 我應該接近囉到時候我是要垂直往下挖呢還是要怎樣我覺得我現在應該是要站到這個葉子上面來對不對 來 哇找找來真是不容易啊來 去哪裡了在那邊 我好像還反而多跑了好久了呢 看樣子應該快到了 快找到了 丟一下好 那顆呢 他往下面去了是不是 好像是往下面去了 那我這應該差不多這個時候就要往下面挖了吧 好我知道了 我知道 垂直往下挖嗎 超神有超神有挖法不要不要 自從這邊的往下面挖三格然後再往這邊跳然後再往 對往這邊跳之後再往從後面這邊 往下挖 三格 往下跳 這樣子 這樣子應該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你好像已經挖到這邊是青苔石磚的部分挖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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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很好 很好終於是給我找到了 找到了這裡啊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呃 從這邊往下挖好了 喔挖空挖空了太好了 這邊看來就是一整個完全是基本的入口的部分了吧 但是我在這裡面會超危險的 還是準備比較多 比較大一組的肉在這邊吃吧 這邊應該到處也都得要射把要差量了 射箭的機會應該比較少了 那這裡面我主要是要看看這裡面的箱子有沒有可能會有那個啦 生命水晶給我啦 順便就找到那個完全入口的地方吧 那個 那個傳送門的地方啦 這邊怎麼會這一層怪怪的啊 有這個 這邊 先進來看一下好了 應該隨時候果然這邊有個箱子我就知道 看這箱子裡面 應該會有些骨頭之類的吧 其實我覺得這個箱子啊看起來就真的很像是在地獄裡面開到的箱子耶 所以有沒有可能會有生命水晶 希望會有啊 欸我好像馬上就找到了我馬上就找到了 我馬上確實是就找到了 但是這幾個要先解決掉一下 解決掉他解決掉他 砍死他呀 把這個挖掉 OK 居然最後還有爆了一些出來 死吧你 死吧你 好啦 終於找到了要先確定一下缺幾個 他缺超多的 總共12個 但是他只有一個在上面 就總共還缺8個但是剛在箱子裡面發現了一個 那還是缺啊缺很多啊 那就是乾脆就把這個都先放上去好了 因為我直接在這邊先寄個點就好了吧 這邊稍微寄個點到時候要來會比較方便一點啊這邊叫做 那我就繼續去找一下箱子的部分啊 那我就繼續去找一下箱子的部分啊 啊開始忍到掉血了不用了 我直接死到回去就好了 哈哈 我忍到掉血了 我穿的是這一套耶 或者我應該穿那個綿羊套裝來的 或者我吃點東西好了 吃點東西好了 補一下血補一下血 能在這裡面多待一下就稍微再多待一下 我要把 任何有可能 但是我好像都 我好像都探過了 我感覺上我都探過了 可能是已經 沒有什麼箱子可以再讓我開了 我掉血速度開始越來越快了 對 這個時候吃東西應該也來不及補了吧 我是不知道看一下來不來得及補 我還是來得及補的但是 掉血速度只會越來越快而已超危險的啊 真的 我等用跑的用跑的會不會那個好一點 但是應該還是很難啦 這下面實在太人了 這下面真的太人了 看來真的我好像幾乎都已經跑遍了吧 跑遍了之後也差不多讓我要人死在這裡面 好悲慘哦 然後箱子的數量不夠多啊 箱子的數量不多啊 所以我應該 沒有辦法在這邊找到什麼東西哦 好吧就只能用死的回去了 啊果然還是讓我死的回去了 我回 對哦 對哦 居然是在這個地方哦 我覺得這個時候 對先睡個覺不就好了 直接睡到天亮就好了 附近雖然有一堆怪但是沒在怕的 然後呢就搭乘我們的飛船 這個時候飛船就派上用場了不是骨頭是飛船謝謝 哎我們要在比較好一點的地方升空 在這裡 我們要放一點煤炭進去 去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往天上飛了 耶然後就飛回家去 哇塞 我我我究竟是消耗了多少煤炭呢 我才好不容易可以回來 看見我們的迅猛龍以及三角龍在這裡了 可惜小隻的迅猛龍呢 我現在看一下這隻大隻的迅猛龍 他的口渴狀況如何 以及他的那個保實度狀況如何 喔不對我應該先把裡面東西拿出來的 以免他又在那邊 對不對自己在隨隨便便的在那邊燃燒了 打掉他 OK 來吧三角龍應該不用擔心三角龍啦 比較擔心的 然後 大家看 口渴度自己補回去了 他證明他們自己會喝的好不好 這一集的話呢事先使用了這個 飛行船感覺還蠻不錯的嗎這飛行船對不對 這飛行船 挺好的呀 也還算蠻好用的 雖然他飛的有點慢了 不過也不用 在意那麼多 對不對 重點是他真的可以用 而且他要回收起來了也是 也是還蠻簡單的 雖然會爆炸一下 還有他就是很消耗煤炭 但是煤炭隨便挖一下就有了 對不對到處都是 那這一集的話呢 還找到了那個 終界傳送門嗎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拜拜